国家新冠肺炎免疫计划如火如荼的展开 政府在全国新增多个疫苗接种中心之后 眼下最欠缺的就是人手 除了动员实习医生和医药系学生之外 政府目前积极征求退休医生和护士重出江湖 协助政府推动规模更大 更加广泛的全民接种计划 国家新冠肺炎免疫计划协调部长凯里 今早南夏如佛主持新冠疫苗接种专案组会议 较后由州务大臣纳都哈斯尼陪同召开记者会 政府的目标是在今年结束之前 完成至少八成人口的接种 如今人口稠密的州署已经相继开设大型的疫苗接种中心 私人医院和诊所也都一一设立接种场地 再加上流动卡车 流动医疗专车等等各项工作紧锣密鼓的进行 凯里表示预计7月单日接种量可以达20万剂 8月再提高到30万 政府眼下需要招兵买马 协助提升全国的接种率 这个影响更新识胜医院的项目 所有的伙伴对宣家医院的照片 让对疫苗接种 譬如同学年代入联系 提升官房加勒 诚语等等为成立官房加勒 由于变种毒株快速扩散 可能对目前的疫苗产生不利的影响 因此凯利把八成人口完成接种 达到群体免疫的这句用语 改称为广泛保护 接下来7月到9月 2500万剂美国辉瑞疫苗将逐步运抵 由于全球的疫苗供应链受影响 我国还在等待阿斯利康疫苗和中国科兴疫苗补给到位 马兴社电视采访报道